料客文组织评价为跨越世代传承 强化地方连结 连同之前成功登陆的歌舞技已经能乐 日本已经拥有2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直为登陆世界遗产奔走的京都料亭老店老板 更期盼日本逐渐西化的饮食习惯 能够借此回归传统 为了让吃汉堡牌咖喱饭长大的孩子了解何时美好 京都的小学开始教小朋友动手烹煮传统何时 首先是日本料理中最讲究的高汤 被切成花朵形状的红萝卜 除了装饰好看 更因为接触汤汁的表面积增加了能煮得更入味 这一天小朋友们完成了黑豆饭 综合煮物以及猪肉番薯味增汤三道菜 好 三味酥八笔三斩蒜准备 二百三十四 三百六十七 六百四十二 一百三十五 他是教科系今年五岁 三岁半开始学习猪心算 当老师在猛按计算机时 他的小手也在算盘前快速的飞舞着 九百八十八 打 五千一百八十五 以前小学数学课必教的猪蒜 尽管已经淡出你我日常生活 但猪蒜衍生出的猪心算 被认为能够锻炼大脑 让大陆部少家长 趁孩子还在念幼稚园时 就送去学打算盘 算盘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汉潮 长达两千五百年 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计算工具之一 计算机多快 手机都可以计算的东西 那肯定是使用性就差了 在年轻一代拥抱电脑 抛弃算盘之际 猪蒜这个老祖宗的智慧 也忠于入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殿堂 我觉得猪蒜就像书法一样 它不会是一个大众的普及 一部分人来学习 大多数人在孩子阶段 要让它作为一个 我们祖先创造的遗产 让他们认识 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中国人都不爱用算盘了 但在中亚却有人还执着于 手指拨动的乐趣 在亚塞拜然交通部服务的 纳吉姆艾依娃 刚开始工作时 因为是会计 自然练就拨算盘的好本领 而这个已经陪伴他40年的算盘 至今仍爱不释手 传承古老的数学文化 去年八月 大陆江苏则把猪新算列入新一轮的数学改革 重新将算盘纳入课堂 其实中国很多的这个数学的数学文化的底蕴还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我想呢 猪算它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数学课堂当中 其中一个很很重要的方面 我想应该是对我们传统的数学文化 应该有一个继承和发展 这个意义还是挺大的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在台中周厅竣工百周年 要庆祝利用3D建筑墙面投影 重现往日台中周的风情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投影技术 被普遍应用到互动的行侠广告 而这一类墙面跟地板的互动投影 还逐渐走入了家庭里头 甚至还变成了儿童专用的游戏 有业者就结合了编码教育的概念 让儿童能够自行设计出投影内容 拿来玩游戏也是互动休息 又或者是作为房间的装饰投影 让这样的投影技术不再局限于 只有展示用途 也让喜欢在地板上游戏的儿童 多了一种更具有声光效果的互动选择 小朋友在广场上开心的用脚玩游戏 脚踩锅的地方泛起水波 水中的鱼像是在跟小朋友互动 而这种地板互动投影 已经开始家用化 甚至瞄准儿童市场 明亮鲜艳的投影效果 让地板变得有趣 可以鼓励幼儿宝宝在投影环境中移动和探索 年龄较大的儿童 已有专属的物理游戏 地板不只是能互动 它最大的特色是能训练小朋友的创造力 知识的互动内容可以定期透过网路更新 小朋友还可以自行设计出游戏竞赛 学习素材 甚至是布置自己的房间 用手画出来的东西 更能够透过扫描变成3D图像 参与到游戏内容当中 一版互动投影技术 大多是用在户外广告市场 研究机构统计 这类互动投影作为行销广告 2017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38亿美元 而用在小朋友学习娱乐 还是头一遭试试水温 瞄准儿童市场 没想到应用到舞会或聚会活动当中 成为炒热气氛的平台 也让大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产品定价475美金 约台币15000元左右 也不算太便宜 能否打开市场 有待观察 TVB新闻徐坤山窄圈综合报道 来关心这个角落 位于中东非的普隆地 是世界第二穷的国家 五岁以下的儿童 有60%营养不良 而其中很多因为双亲死于内战 艾滋相关疾病 又或者因为太贫穷而流落街头 这些孩子为了生存 偷拐抢骗 长大了 有的人甚至加入激进组织当民兵 而有一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不愿意这样的情况继续恶化 每个礼拜天就开放自己的家 亲自下厨 请他们吃饭 请听他们的心事 就在这几年 陆陆续续帮助了很多街头 名头 直返 而小孩子都叫他 星起天妈妈 他也擅许感动了很多人 还获颁了今年的国际勇气 赴女奖 东方杜白之际 白色的云烟 鸟鸟鸟升起 而在日落西城时分 坎干一克湖边的渔夫 出航收网 这是中东飞的浦龙地 看起来祥和宁静 与世无争 然而当距离拉近看 你会马上注意到 常年内战造成的破败落后 在这个世界第二穷的国家 街上是有车子在跑了 但是却连一盏红绿灯都没有 街上没有红绿灯 但是你却不时会看到警察 追着小孩子跑 警察怀疑这些孩子偷窃 但是丁烧到最后 先撤兵的通常都是警察 因为他们还有其他孩子要追捕 而警察一离开 一个孩子立刻爬下树 这个孩子是无父无母的 他是从乡下来城里找工作的 新闻的记者话都还没问完呢 对街就传来一阵骚动 警察逮捕了一名青少年 查获到的赃物一件 就是记者的背包 而整体事件前后不到一分钟 这些孩子其实是内战的牺牲品 他们大都来自于偏乡地区 这些地方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 CNN记者跟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车队 一路颠簸三个小时 来到这座村庄 这里没有店 家里漆黑一片 孩子没有办法念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想到的 解决之道就是踏板发电 罗安达小工厂制作这款小型的LED灯 踩踏板20分钟就能充宝电 续航力长达10天 这个LED灯只要8美元台币240块钱 每充一次电美元25毛 台币7块 比煤灯便宜又安全 小孩晚上也能看书 他们是幸运的了 许多乡下孩子的父母死于内战 或是艾滋相关疾病 只能千里跋涉到城里讨生活 可是要在都市里存活 谈何容易呢 沦落成街桶 床铺是草地 是路边的石板子 甚至是污水下水道 这些孩子绝望之余偷拐抢片样样来 或是加入激进组织成为民兵 不过一到星期天 他们至少能在这位被称为 星期天妈妈的女士家里 饱餐一顿 获得温暖 星期天妈妈自掏腰包买材料 每个星期天亲自下厨煮大锅菜 没有孩子会被聚于门外 星期天妈妈在普隆地 唯一一家电台主持节目 她还会邀请街童上节目 唱谈新声 17岁的安卓亚 在星期天妈妈的资助下 回到学校成绩第一名 因为她的鼓励 而脱离犯罪的流浪儿越来越多 有的成为歌手 有的则效法星期天妈妈 致力于帮助其他街童 星期天妈妈今年更获得 国际勇气妇女奖 她的善举被表扬之后 接获许多小额捐款 而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一切都是为了普隆地的未来 地帮助其他人